觀眾朋友 你們好 歡迎收看希望漢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大家支持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和訂閱 方便收到我們的最新節目 7月29日 美國國會舉行了反壟斷聽證會 全球四大頂級科技巨頭 蘋果 谷歌 亞馬遜和臉書的首席執行官都參加了聽證會 當受到議員詢問他們是否認為北京在攝取美國技術時 臉書的CEO澤克伯格直接回答說 我認為有充分的紀錄表明 中國政府從美國公司攝取了技術 來回應他對中共的態度 而其他三大頂級科技巨頭蘋果 谷歌 亞馬遜都表示沉默 對此 國務卿蓬佩奧說這種無知似乎令人難以自信 他在聽證會上說 所有觀察的人都清楚 中國在大力從事 包括技術在內的知識產權盜竊活動 在聽證會上 兩名議員還問谷歌 為何在2018年選擇放棄五個大樓的一份 價值100億美元的人工智能 項目合同 同時還在北京的一間中國定尖大學瘟營AI實驗室 而該大學還為中共軍隊進行AI研究 谷歌及其無公司Alphabet的負責人皮柴伊回應說 谷歌在中國的工作 僅限於少數人做開源項目 認為谷歌與中共軍方合作的指控 絕對是錯誤的 並指出谷歌在五月與五個大樓開始在一項網絡安全項目 當被議員問到有沒有保護美國公司 免受海外侵略和政府干預的建議時 首席執行官都保持沉默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是蘋果、iPhone的重要生產基地 但亞馬遜經過多年努力 與本地電子商務平台競爭後 去年4月放棄了中國本地市場 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體市場 但因為防火牆的存在 中國大陸用戶 還是無法正常訪問、臉書、急企下的Whatsapp和Instagram 在7月30日舉行的聽證會上 蓬佩奧指出 北京利用國際公司 想進入中國市場的願望 來審查美國人的言論 它說 中共完全可以用霸凌和威脅讓這些公司聽話 蘋果因按中共政府的要求 從其中文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數千個應用而受到評擊 2019年10月一個提供香港抗議活動實時更新的應用程序被刪除 而大約在同一時間 該公司還因將iPhone和iPad用戶的網絡瀏覽數據 發送給深圳社交媒體巨頭停訊而受到批評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專員加里·鮑爾 此前曾敦促美國公司 不要向中共政府提供技術 因為可能會助長其侵犯人權的行為 鮑爾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說 科技公司需要記住 他們是美國科技公司 他們應該謹慎對待我們所代表的價值觀 7月29日 弗羅里達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盧比奧 接受福克斯曼間新聞採訪時 提到NBA在中國龐大的市場 他說 這是一個極權政府 沒有我們在美國或世界很多地方 擁有的言論自由或人權的任何概念 你必須遵守規則 並辭出NBA可能和很多其他大公司一樣 在中共的監督和控制下在中國開展業務 主持人布雷姆強調福克斯新聞數字公司的最新報導說 7月初 兩個維吾爾組織 東特傑斯坦民族覺醒運動 和流亡的東特傑斯坦政府 向國際刑事法院投訴北京領導層 指稱中共高層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反人類和反維吾爾族人的罪行 包括偷涉主要是穆斯林特傑族裔人的器官 並敦促進行調查 該報導繼續寫道 今年較早時總部設在倫敦 由七人組成的中國法院最終判決說 該法庭毫無疑問感確信 在中國 從梁森凡身上強迫摘取器官 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盧比奧說 他曾經聽過類似的指控 如果有證據支持這些可怕的指控 這樣世界應該知道 他說我們已經確定的是 他們在拘捕人 將他們投入集中營 他們試圖剝奪他們的身份 強迫他們改變自己的名字 放棄他們的信仰和宗教 中有強迫勞動 強迫他們工作 而且我們知道有些西方公司已經從中獲益 盧比奧參議員說 儘管美國必須與中國建立關係 但必須是平衡的關係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擁有核武 也是地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他解釋說 這個意味著我們不能繼續被他們欺騙 攝取我們的工作 並製造不公平 拿我們的著數 而且在他們做這些可怕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不能放棄基本的原則和精神 像他們這樣打壓言論自由 或者違反他們在香港問題上所作的承諾 盧比奧敦促說 這種平衡關係不能以我們放棄原則 我們的理想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利益為代價 7月30日 歐盟宣布制裁 中、俄、北韓參與網絡黑客活動的實體和個人 綜合報導指出 中企海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因支持名為雲端跳躍行動的黑客活動 頻繁從事攝取國際公司商業機密行為 而受到歐盟方面的制裁 兩名涉嫌參與的中國公民 亦列入制裁名單 法新社指出 這是歐盟首次製出 和網絡犯罪關聯的制裁方案 受限制群體將被實施歐盟旅行禁令 凍結在歐盟的資產 此外 歐盟人員和實體 亦不能向被制裁對象提供資金 近年來 國際社會多次譴責中共當局 頻繁發動網絡襲擊 7月29日 美國網絡安全公司 Record the Future 在報告中指出 與中共政府有聯繫的黑客 襲擊了羅馬教廷 梵蒂岡的電腦網絡 羅馬天主教會主 香港代表的電腦設施 亦受到襲擊 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等機構 近期多次揭露說 中共支持的黑客 正在瞄準國際社會的 中共病毒 疫苗研發結果 至5月以來 多次試圖 非法獲取疫苗 治療方式 以及相關研究成果 和人員測試結果 從事攝取知識產權行為 中共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隱瞞疫情真相 導致疫情在全球蔓延 以及在香港強推廣版國安法的行為 都激起了國際社會的憤怒 很多國家都準備重新擺放與中共的關係 但德國總理默克爾 則不願意改變他對中共的修正政策 英國約丁韓大學亞洲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弗爾達對此表示 這將影響歐盟和德國的國際地位 英國快報報導 佛爾達認為 中共的一黨制吸國際社會大力的問題 不僅是已經引發的新冠疫情 也不僅是其在新疆迫害維吾爾族 在香港打壓民主抗議的問題 還包括其對台灣構成的軍事威脅 他說 首先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 默克爾並沒有意識到一黨制的中共 吸中國社會大力的挑戰 這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如果德國政府不嚴肅對待中共構成的威脅 這樣從廣義上說 歐盟將無法制定一個更連貫 更孽條一致的中國政策 這種行為本身會削弱默克爾政府 和歐盟長期的國際地位 他還批評默克爾和前幾屆德國總理都對中共看漏眼 他說他們對中共的看法好成問題 他們將中共看成一個文明國家 而且都沒有質疑中共的合法性 他分析說 中共絕對不是中華文化和社會的保護者 在過去幾十年來 中共一直在削弱中華的民族文化和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 他表示默克爾的這種為了經濟利益 不惜犧牲民主自由等理念的做法 也將不離於他在人類歷史上的形象 他說如果他這樣下去 將來在歷史書上 歷史學家會批評他在應對中共威脅時所扮演的角色 今日的《漢新聞》和大家分享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